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简秋 首先介绍跟我们一起讨论 这一节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瀚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立委王玉敏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今天在立法院当然重头戏 就是渔船翻覆事件 其实我真的搞不太懂 大家中文的基础不太一样 到底方撞船跟碰撞 碰撞的不是船吗 那碰撞的是什么呢 是死岛礁吗 还是什么 为了这几个词 今天真的是吵翻天 首先立法院最新消息是说 在攻防这次的翻覆事件的时候 陆方代表 虽然台湾的代表部分 回到台湾立法院来了 陆方代表还是留在金门的饭店里 全程观看直播 看着管碧林报告的内容 据独家报道联合报的报道里面说 他们认为没有提到是否撞击 要尊重 要尊重 好温期啦 好温期啦 我看到听到一声 好温期啦 要说好温期啦 这种的声音最大了 所以这样的吵到底要互相尊重 尊重什么呢 因为很基本的问题 光是第一题 程序谁先 什么谁来先发言 然后再来就是题目的问题 从一开始管碧林他们自己把 立法机关所定的题目给改掉了之后 就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结果呢 到了咨询台上 仍然坚实没有错 看看这段咨询内容 他自己创改的 我们这个专案报告的题目 这个报告是海巡署呈给我的报告 不是我创改 我支持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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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改题目 因为他们无法 那是海巡 你带你打这个指令 你把这个指令 驾到海巡来带 没用 那是看大家也知道 我可以打 请委员你两回 请支持海巡 我们是在支持海巡 我们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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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我们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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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支持海巡 没有撞船跟碰撞怎么不一样 支持海巡 到底支持海巡怎么样才叫做支持海巡呢 高金素媒在招委担任了之后 召开的这第一场专案报告会议 内政委员会3月4号排的这个专案报告 其中曾经因为民旨修改篡改立法机关 行政权侵犯了立法权这种争议上的问题 管碧玲还说她发了讯息 去跟高金素媒道歉 甚至刚刚听得到 哎呀 没声 没声事 还是很委屈的样子 她说被立法院监督 是行政院的本职 不能让海巡失去立场 愿意承受指责 是我必须要承受的 但是高金素媒就轰管碧玲了 请管主位先呱呱自己的胡子 她是自己在直播记者会的名称 用书面还有脸书更改 根本傲慢无比 同时简讯里面虽然一度有说 对于说失礼 名称的更改 对高金素媒表达 好像像歉意一样 不是道歉 说失礼 可是后面一段就更是厉害了 她直接给高金委员的内容是 有很多原住民的员工 希望能够得到拔拙 什么意思 原住民的同仁升迁 需要拿来做交换吗 是用来威胁委员吗 那高金素媒就批评了 这样的内容她究竟想干什么 因为本来对于所谓有点 致歉的意思的时候 她回答是上其量查 这件事情她可以接受 但代表的是个人 那结果呢 现在用原住民拔拙 叫做逻辑错误吗 有很多的抨击 高金素媒也不能够接受 就敢并自己回应是说 我自己有失礼的地方 但是不能让海巡同仁失去立场 所以高金素媒都已经接受 上其量查了 什么叫交换是逻辑的错误 她还是在嗓喂 她也觉得没有错 但高金素媒是不是有一些现象 连蔡英文都说很特别 为什么蔡英文曾经问过一个问题 在中传会上 怎么强化经营原住民选区 她也特别提到高金素媒 只有她组织非常绵密 而且在这里的得票率 一直都屹立不摇 因为高金素媒回答的是 回答任中常委是说 因为高金拥有的资源很丰富 那当然是个强敌 也就要用力的打啦 那民进党也一直在痛批她 只要跟大陆来有往来 有跟这个大陆的 不管台商团体或官方身份 去参加活动的话 就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 什么吃里爬外令人唾弃等等的 高金素媒当然反击啦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县市首长 去大陆交流啊 卖虱目鱼啊 不管是文化或商业的交流 或者是县市地方的交流 难道就通通都是卖台 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维翰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头戏 在立法院 当然马上16次协商 有没有机会登场 本来是在看 今天专案报告 有没有善意吗 看起来看得出来吗 其实这个上礼拜就开始大家在讨论 就是立法院可不可以 就是他已经订好了专案报告名称 却被要来报告的单位 自己把名字给改掉 那以往你去查 因为资深的立法院记者 就去一个爬书了 应该过往有过六次 就是说立法院提出的一个报告 就是希望行政部门来报告 后来最后有改名了 他是自行修改的吗 就是讨论之后有过六次 怎么改的是重点 包含这一次的实案中案报告 好像韩国瑜院长 也跟民进长一开始提出 那个协商 对 就是说名称原本是什么 后来有做修正的应该有六次 但问题是名称是什么 没有协商自己改掉的 会不会是第一次 看起来好像是 观众朋友很简单 立法院的报告邀请官员来 报告的时间跟名称 立法院决定 行政院的报告 行政院的阁员到行政院会 去跟院长报告 他要什么报告内容 立法院都管不到 对不对 我讲一个简单的 前瞻基础建设 有的人觉得说一点都不前瞻 可是那名称怎么来的 不是立法院 那是行政院的事 所以今天我是觉得 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委会 或者是海巡单位认为说 这个名称真的很有意见 应该要去做协调 你去讲一下 比如说现在正在跟对岸谈 正在国家利益上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很简单 中性的讲 金门动214事件检讨报告 这样就可以了 完全没有撞船或者是碰撞 现在光是为了 有没有碰撞跟撞船 我看都已经吵了三天 因为碰撞是之前 他们新闻稿就提过 那问题是你看今天管妈怎么讲 她说碰撞跟撞船是同一件事吗 碰撞谁撞谁不知道 撞船好像我们把它撞倒 因为他们翻了我们没翻 所以撞船就变成是错在我们 好啦各种理由 但我是觉得说 我也知道说海委会 或者是海巡署 现在有目前在跟大陆谈判 已经谈到第15次了 还没有结果的一个焦虑 所以不希望就是我们的国会 形成一个错在我们的 那个既定印象 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改这个名称 或者是说你认为 不要用这个名称来进行报告 你可以去谈 你没有先谈 重点在这里 所以会被骂 管妈自己都讲 我概括承受 我知道这个过程 他的说法是海巡自己改了 我会觉得有点怀疑 海巡刚刚大出大影 你看那个丁学东委员就问他说 我才不信 一定是你叫他改的 帮你背锅 但这罗生本 但不管怎么样是改了 那改了以后呢 管壁林主委他也说 我概括承受 因为我支持海巡改 虽然不是我受益 所以你们要骂说 我们侵害了立法院的权利 对立法院不重要 对不起 那我就道歉 那道歉之后呢 传了简讯 这就第二段 因为其实 观众朋友可能 不再认是管壁林委员 他虽然常常在立法院会 有一些就是 发生冲突的时候 跟他有关 比如说像之前洪秀柱委员 的那个 对 掌果事件的时候就是他 那因为那时候 他在后面抗议 拿了板子 然后 红秀柱委员他在主持那个协商 那个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 预算总协商 在那个全新楼的酒楼 就拿那个珍珠板 一直去那边弄 就拿往后就丢 丢那个珍珠板 他说管妈是说 丢到我的助理 所以冲上去跟她的理论 然后红秀柱委员就想 不然你就拿 你怎么样 你想要怎样 你想打我是不是 他就真的打她的嘴巴 对 所以那个是掌果事件 那当然是管妈 在冲突过程是这样 可是最近其实太多人 这个柔性简讯了 包含媒体界 包含立法院的 之前的那个立委的群组 他就是要跟大家说明 我们的海巡的辛苦跟哪里 大家希望能够支持 所以你看 因为他传给高金苏美委员 这个内容非常清楚 第一个就是 我改名这个部分了 对你抱歉 还是说失礼 对 失礼 然后希望这个上起酿茶 那高金委员回给他 就说上起酿茶 这个部分我接受之后 他又补了第三封了 意思就是说 对 这个赵伟 我海巡单位 有很多原住民的同仁 我都声歉 突然没有卡过了 其实他不是拿来换 他实在等于是邀功或示好 就是说我对于原住民 威胁 示好 邀功 因为他不是说为 他是说我都一直 很有照顾原住民委员 可是他有没想 他可能想要 我主观判断 我这位管妈是希望 能够跟高金委员的关系拉近 就说你原住民立委吗 那我这边 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同仁 也都是声牵顺利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当好朋友 我们可以谈 我们可以沟通 他可能想要今天上场的时候 这样主席会跟他比较好一点 没想到 多说多说 就高金委 把他通不出来 那你就变成像 你想要拿来换吗 所以他想说没有 我没有要换 这个是管妈他的做法 你不要看他 常常有时候就是 表面上讲话都蛮强硬的 可是私底下 他的手腕是比较 能趋能省 对对对 他常常会有一些简讯去 跟大家请脱 希望拉近关系 不过这个简讯 现在政坛流行公布简讯 传简讯还是小心一点 玉敏 你觉得委员间在立法院里面 这样的攻防里面 到底也没有办法展现进一步 因为本来大家以为说 今天的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结论 再来跟大家报告 那现在看起来 当然很难用这个结论 再进行下一次第16次的协商 对其实你今天可以看到 这个民进党这个管病 他是用硬拗到底 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立法院的监督跟咨询 事实上国民党的委员很拼命 内政委员会你知道他们几点 就到委员会门口了吗 比民进党早 他们6点07分 所有的委员都到齐 所以我们要肯定一下国民党 我们的那个内政委员会 几位委员 就是非常有战斗精神 就是6点07分 全员到齐 然后就守在门口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所有的登记咨询 一定要国民党的排在最前面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 就是程序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要程序发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围在前面有好几位 包括徐欣颖 徐玉珍 还有这个 新的这个 我们的书记长 还有这个罗庭伟等等 都是我们的委员 抢在比较前面 那因为我们跟高津 其实是密切合作 包括今天早上 我们还开了党团大会 就这件事情怎么 在内政委员会里面 大家来做工访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 他今天采取一个步骤 就是 反正我硬傲到底 原来大家是希望说 今天至少有一个 到底是怎么碰撞的 你要交代得很清楚 结果他告诉大家什么 侦查不公开 我们现在都给剪掉了 所以现在就不告诉大家 真正的真相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目前最扯的是 为什么第一时间 海巡完全都没有录影 这件事情是完全说不过 这就是严重失职 你说这所有事件的缘由就是 因为你该录影 而没有录影 所以导致现在各说各话 这个冲突 这个争议继续延烧 然后延烧到 现在大陆对岸的海警船 三不五十 我管你进县区 然后就开进来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海巡有检讨吗 管闭领生活海委会的主委 你有检讨吗 你有道歉吗 没有 那他们现在呢 就试图把这件事情呢 就越弄越糊越好 最好呢是变成是吵架 就是那吵架反正就是 社会外界都说 那各五十大阪 然后就是大家在那边吵 那边吵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真正的关键是 我们要的是真相 你说海巡人员没有录影 然后你那个整个海巡船 没有录影 然后暗巡也都没有录影 那我们的海防不是很危险吗 就是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据理力争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离谱 那另外讲到这个管闭领 其实他是惹怒了高精 刚刚尾汉算说 他可能是好意啊 说什么原住民 但在高精他今天长得大怒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知道的讯息是 高精委非常地深 他觉得这根本叫做侮辱 他说我今天对你的要求 是基于昭伟的要求 结果你最后丢的那个简讯是什么 你是想要来交换 就是告诉我说 这个是原住民的委员 那以后我们可能 也可以升迁什么 在高精的解读 就是你试图要交换 然后叫我放你一码 那他觉得这个事情 是万万不可的 不可以是这样子来处理事情 一码归一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可以看到今天高精的态度 也非常的强悍 过去大家可以看到 高精委员看起来这样子 美美的很柔弱 但是他其实在该强硬的地方 他是非常强硬的 所以今天在委员会 等于是高精对上了这个管病 但这件事情善聊了吗 还没 因为真相还没有出来 协商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相信内政委员会 这件事情还会追到底 对啊 因为现在官方仍然是 没有道歉 也不认为有错 重点在这里 真相是什么 颅过去 顺过去就算了 惠文哥 这个 王玉敏委员没有在内政委员会 这个国民党六个 内政委员会的委员 有五个是新人 五个是新人 早上看到他们的咨询 因为是直播 我就拿滑鼠一直想快转 可是直播没办法快转 看他们在咨询的时候很辛苦 都在看管碧琳表演 就被管碧琳点了 因为管碧琳他 你们打不过他 除了高精之外 你们其他六个 五个是菜鸟 就是国民党没有把重兵 放在内政委员会 结果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柯文哲教我的 公布简讯 通常是名嘴跟侧翼 在做的事情 怎么会公布简讯 所以伟翰我们简讯 不要再传了 不然哪天伟翰 把我公布出来 还有公布简讯 这很奇怪 在这个是下午 换赖士堡去咨询了 管碧琳就知道死亡 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 这个僵是老的辣 因为你在那边 你能咨询他吗 就是当然也有包括 这个陆委会的邱泰山 他们两个在赖士堡的逼问之下 他们两个只好表示歉意 那你们其他的人 咨询了一个早上 你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那在委员会里面吵来吵去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王美会跟王毓民 我没有在那里 对 我是说王美会跟你那个 这个委员会是专题报告 其实两个礼拜前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应该是院会做专案报告 因为你做专案报告 他行政院长才会来 你在委员会就是有管碧琳跟邱泰山 就把你处理掉的 不然就是请总统来国情报告 很像国民党基本上就是放弃的 就是说反正蔡总统剩两个多月 也不太想咨询蔡总统的 就是磨刀霍霍对准赖总统 这两个月是怎样 让蔡总统提早安全下庄 我不晓得你到底要 因为你去咨询管碧琳 这个浅秋我的意思是说 把焦点放管碧琳身上是错的 因为他是海委会的 他海巡署的主管 他是海委会的主委 可是不是他决定的 所以官方票你要看说 当认知作战已经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国民党的副主席 刚从大陆回来说 请问你是哪一国人 你看这个自由时报绿媒的 你说你是哪一国的 你是哪一国的 你是偏台湾还是偏大陆 他就直接跟你这个认知作战 刚刚两位前辈提到 管碧琳专案报告这个 管碧琳藐视国会 民进党回答什么 你要搞清楚谁是敌人 谁是敌人 当然大陆是敌人 怎么海巡署怎么是 海巡署是我们自己人 他已经使用恶分法了 所以你现在去批评管碧琳的 你去质疑管碧琳的 你去这个 除外海巡署你的执法怎么样 那你是谁是敌人 这民进党的这样的恶分法 好不好用 很好用 这是一个认知作战 所以我的结论是问大家说 这个案子有讨论的空间吗 检察官有办案的空间吗 没有 我就问金门地坚署 你是哪一国人 你在哪一边 你是要偏海巡署 还是要偏大陆渔民 你偏大陆渔民 你就是大陆人 对不对 那谁在批评管碧琳 你就是共匪 那我们要讨论什么 就不能讨论 我们就全力拥护管碧琳 我要改变我以前的这个讲法 懂吗 记起 懂吗 全力支持海巡署 不能批评海巡署 也不能批评管碧琳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已经可以预料到 金门地坚署的结案的结果了 结果就是刚刚讲的有碰撞 但是是他们自己翻的 海巡署海委会 都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我相信金门地坚署 不太可能会超越这个范围 不管碧琳今天被巡的时候 有讲了一句话 他说船上只有一支V8 那V8都没有录吗 没有任何画面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他 坐签诈 在这一趟里面